先熱烈的掌聲歡迎裁鋒的老師坐入 好 謝謝各位 那個 其實我很樂意當南華的一份子 因為我曾經在南華大波堅任的老師過 所以也算是南華的一份子 所以包括歸類在南華 我絕對百分之百接受 好 大家下午好 這個時間一般來講都是我做靈修的時候 所以萬一待會兒不小心 各位也很想靈修一下 又歡迎靈修沒關係 各位應該聽懂我的意思嗎 懂嗎 好 好 那個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 可能是比較跟大家所做的一些研究 比較不一樣的 第一個我做的是國外的 我做印尼的 第二個呢 我做的是巫術的系統 也不是一種佛教 也不是什麼道教 或者是醫師堂教什麼之類的 而是做他們的巫術的系統 好 那巫術在印尼來講是屬於一種違法的行為 它是屬於一種違法的行為 在印尼的話 如果被抓到了的話 它是唯一死刑 唯一死刑 所以做這個研究過去 還真的是沒有隱藏住 可是儘管它是違法的 可是事實上它確實升職於老百姓的 一般的民族的生活裡面 只是說很不幸的是在1998年的時候 在東爪華一個叫達人玩意的一個地方 當時發生了巫術的屠殺事件 大概死了二十幾個巫術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一個巫術的頭被切掉了之後 用主干把它插進去 這是當時發生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事件 所以因為那個事件之後 現在變得巫術這個東西在印尼 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禁忌的話題 再加上因為它已經是違法 然後抓到的都是唯一死刑 所以就變得很麻煩 好 那在當地的巫術的系統 大概可以分為兩個系統 一個是所謂的白巫術 一個是黑巫術 那白巫術當然是一般是做了所謂的 醫療 算命 求愛 黑巫術就是用一些很正當的手段 去重新一些非法的事情 或讓人家趕快這樣給弄死啊 讓人家流產啊等等 這一種的一種行為的這種巫術系統 好 那當然我們今天主要在討論的是 巫術的醫療的部分 就是記得它是屬於白巫術的部分 那一般它講在印尼 只要你碰到一些很多的一些疾病 然後西醫可能看過好的 或這些你最近隨時連連 那常常就會被認可說 你應該是被這些靈體所打窩的 特別是萬一你的肚子很快 在兩三天之內突然變很大 就絕對不屬於懷孕那一種的 那有百分之百應該就是巫術的系統 所造成的 OK 好 或者說像一般我們常常看到 什麼吐血啊 便利啊 皮膚過濾等等 精神疾病都有可能是屬於巫術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很多的病人他就會去找巫術 去找巫術去處理 像各位看到照片 右手邊那個照片 當時我在當地拍的 那是有實際的案例 一個女孩子被無視給你死的 有一個案例 我們就把當時他從他肚子裡面 結活之後的那些鐵丁 他肚子胃裡面全部都是鐵丁 都是鐵丁 這是一個文書的一個案例 那個女孩子的照片在上面 OK 好 那我們今天要聽各位討論的是 蒋蘭共這樣的一個巫術的 宗教以必要的一個儀式 這個蒋蘭共事實上 他是一種具有靈體的人物 那他是屬於一種巫術的宗教儀式 那他很好用 他可以用在治療病患 可以東西不見了 可以去找東西了 或者是說一些害人的也可以 就是做一些厄運的 都可以 那一般來講這種巫術 他大概有三個過程 大概有三個過程 第一個就是他們稱所謂的 我們把他沒有適合的翻譯 或者他把它分成怒神舞蹈 因為他們確實會進入怒神的狀態 常常有一天 有一點點是黨籍 台灣的他們 他們不太一樣 是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儀式叫做尼亞布魯 他是一種魚神的一種宗教儀式 那比較真正進入一種醫療系統的 就是屬於地上的階段 就是蒋蘭共這個求神的儀式 來幫忙處理很多的事情的 那各位看到這張照片 是我們在做蒋蘭共的儀式之前 左邊那個是右邊那個 左邊那個是用故事 右邊是他的徒弟 然後他後面背的是一個人偶 然後其實是剛剛去墳墓堆裡面 把那個人偶背回來 給他會場的過程 好 那我們開始講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他是在寧神 那第二個階段是一個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儀式在印尼到處都有 他可以做一些村落的一些捷徑 村落的一個捷徑的一個工作 所以在印尼當地 他們把他當成是一個很普遍的一種民俗的活動 民俗的宗教活動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因為他們可是在這個做一個連續的 一個儀式的過程裡面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他必須要先做這個儀式 然後讓這個村落附近所有的靈體 去跟他們講說 我們今天或者是明天會舉辦 家人偶背這個儀式 那徵求這一些靈體的同意 徵求這些靈體的同意 所以他們這一集 可不可以看到那個騎著那個竹馬的這些人 他手上拿著他是刻的是牛頭的木偶 頭的那個儀式的用的這些工具 他們都會進入一種trans的狀態 然後進入trans的狀態 也就是說周遭的這些靈體 都會進入他們的身體裡面 好 那第二個階段 他們開始說進入一種漁靈的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個 他是在白天的 白天最後通常都是在中午 下午大概兩三點開始做的 那這一個這個通行之後 在晚上七八點之後開始做 開始那個漁靈的 就是說剛剛開始已經得到這些靈體 靈體能同意了可以做了 做了之後這個晚上就開始 他們會去那個漁靈 然後讓這附近的一些靈體能夠 進入到這個人偶裡面去 進入到這個人偶裡面去 然後先跟這個人偶玩 跟這個人偶玩 通常這些人偶很多都是很不幸的 都車禍了 撞死了 都幹嘛的 那他們當那邊的一個傳統習慣就是說 通常做這個儀式的時候 所唱的這些咒語的這些歌曲 幾乎都是小朋友跟婦女在唱的 男孩子基本上是不唱的 或者是盡量不要唱的 因為所迎來的這些靈體呢 他們就是要娛樂他們 他們就是比那邊當一個習慣 是比較習慣跟這些婦女或者是小孩子玩 所以這是屬於一種漁靈的過程 OK 那到最後就是最後一個階段 所以就開始進入所謂的那個 叫蘭公 那我們剛剛有跟夫婦講過 因為這些進入這個叫蘭公 這個人偶的靈體裡面的 幾乎都是屬於幾個比較屬於 不是一般正常過世的人 就是屬於交通事故啦 自殺啦或者是別人 他殺啦這種的人 而這種的靈體 比較容易進入這樣一個人偶裡面去 那比較為什麼他會 我們剛剛講他說 這個儀式很具有神秘性的危險性 主要是因為 其實這個靈體的頭部喔 它是用死人的頭髮 那首先你必須要先去挖 挖墳墓 然後去找一個看看墓 是不是有多久的忍頭皮 然後整塊皮割掉整個頭髮 拿來蓋在那個靈體上面 可是因為他們先用一塊紅布 先把那個頭髮的部分先蓋起來 然後先蓋起來 然後開始才舉行這樣的一個宗教儀式 對 好 那在這個宗教儀式的過程裡面 我們講說他這個大概分成三種 各種類型的雀囊工的儀式 我們一般比較普遍看到的 就是屬於這種普遍型的雀囊工 那這種普遍型的雀囊工 通常都是你注意比較簡單的事物 比如說追逃在路啦 或者小孩子晚上都不睡覺一直哭的啦 這一種的 或者是你在外面走路的時候 去讓你搶到 搶到啦 對 這一種的 這一種是比較容易 但這種容易的事情呢 通常就是你做一些 寄一些花卉啦 滲水啦 藥草啦 來做雞拜的一個工作就好了 那中型的雀囊工就稍微有點麻煩了 他通常都是受到黑洞處理的 所導致的一種疾病 這種疾病就比較麻煩 比較難醫 那通常他們就是會用動物的血 或者是動物的飲品來當成祭品 來做的 最可怕的就是第三種 第三種還不少舉行 有一些我問過 訪問過很多的無需 他們基本上也被 很明顯就做那麼兩三次了 頂多大概就做這兩三次了 那這種通常都是為了私人利益的 通常都是為了私人利益的 或者是說真的本來害死 害得很慘的 像剛剛那個女孩子那個照片 他是有兩個男孩子同時在追他 然後另外一個男孩子 結果他嫁給另外一個男孩子 結果A男就很不高興了 就去找了洞室 然後跟他黑洞處理 那女孩子就落成三次了 這個後來就落實了 所以他醫生西醫去開他的刀 全貼定在他的肚子裡面 好 那像這一種就是很嚴重的 這種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他必須要去墳墓 去找這些死亡者的骨頭來做 然後還有那個亡者的皮膚 還有一些想西醫的腳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張詐騙就是我訪談的那一個 這輩子他也就做這筆刺 這是他當時做的一個劑瓶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夾動具 都怪怪的 因為那是西醫夾 那整個皮膚是用死人的皮膚 去把整個骨頭包起來 他會負責這一種的季經理的儀式 好 那 那這種儀式就會比較 嗯 比較有點恐怖 有點恐怖 好 那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在很多的一個宗教儀式裡面 我們不太喜歡講音樂 因為音樂常常不見得是一個 在宗教裡面可能不是很適合的 那我們在這邊講的是 是所謂的咒 他們會許跟武士一些咒文 還有一些歌曲 好 那當然咒文的類型 大概有這四種 音樂時間的話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 應該就跟他們介紹 那北壹 不同的種子 使用在不同的一個場域裡面 然後不同的使用的場域裡面 這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他當時在準備做 那個小狼公的那個儀式的過程 裡面 是正在做一個前世的一個作業 做一個前世的作業 其實那整個小狼公的那個人偶 都被那個麻繩整個綁住了 因為他會飛起來 怕說亂撞 亂撞 然後怕他跑掉了 然後就很麻煩 把他跟他出品了 OK的 好 對不起 沒有時間的關係 我只好跳過去 剛剛沒有了 沒有時間看他飛起來 看一下 好 那除了這種作業以外 再來就是屬於所謂的歌曲的部分 那這些歌曲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他們在舊這個儀式的時候 它是一種魚鱗的作用的 所以很多的歌曲 其實都是屬於俄歌的性質 那鵝歌的旋律上面是鵝歌的性質 可是呢 當他們在舉行儀式的過程裡面 整個那個歌詞的部分 全部變改成是咒語 變成都是屬於咒語的 所以旋律各位聽起來可能會一樣 可是事實上呢 他的那個歌詞是完全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先來聽 是在儀式過程裡面唱的 那待會馬上就可以各位聽 俄歌版的 他的歌詞完全不同 而我寫在上面是屬於儀式裡面的咒語的部分 好對不起 Jewish 歌詞只是還短了 我現在聽下來是什麼俄歌的部分 現在再聽下去的 讓他差異型看待 他旋律是一樣的 就是歌詞的不一樣 他演唱的場合不一樣 再來也是同樣的第二首 他第二首是很像 他是伊斯蘭的歌曲 他是伊斯蘭教的歌曲 可是呢 因為他是聖人所寫的 所以很好玩 他是巫術系統 可是他用的卻是伊斯蘭教的歌曲 我給我們聽一下 OK 好 這是巫術用的 好 那我們現在聽 而是巫術用的 封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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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不好意思 這個就在實現太多 好 回來吧 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結語 封印尼它是一個伊斯蘭教的 維族的一個國家 可是事實上 他們在他們過去的傳統宗教系統 裡面都是屬於這種上南巫術的系統的 可是搞到今天呢 這種上南原來屬於他們上南的系統 反而變成一種違法的 這個事實上是屬於宗教上面那種衝突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那這種巫術它 事實上它不是那麼單純的一種宗教系統 它已經結合了一些醫療系統 跟整個社會這個環境結合在一起 甚至是藝術文化很多的巫術活動 都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今天這樣的一種巫術的醫療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它是屬於廚醫療 它可能沒有用或者是都是騙人的 可是不管你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事實上在今天在印尼 確實還有很多的人都是跑去找物師的 而不是去醫院的 特別是那些跟台灣很像 這不是那些可能心意沒有辦法治療好的 幾乎都是跑到巫術這邊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 巫術這個系統實際上 它在印尼這個國家裡面 它還是具有它非常強烈的一個社會意義在這邊的 至少我們常常在開玩笑說 至少巫術、巫醫已經變成他們唯一 或者是最後的一個希望 而使得這樣的一個巫術的行為 在印尼到目前 儘管政府是很嚴格的在執行的 可是事實上還是非常非常普遍 只是各位要去做 可能就很困難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深山裡面 而且他們都不會承認他們是無事的 所以要找到這些無事來做研究 非常非常可能 好吧 那我們就暫時寫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蔡東德老師 非常精彩的報告 也還有是我學術界多年的朋友 我真的對他非常佩服 經常跑到印尼的窮鄉地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